台灣職業高球三大賽之一的TPGA錦標賽今天落幕 台灣名將王德昌在最後一輪是拉尾盤 交出了全場最低的68桿 最後是以Andre10桿的278桿拿下的第二名 對 雖然有點可惜 不過王德昌還是打出不錯的成績 那泰國選手皮亞呢 則是雖然表現不如前三輪 仍然以四桿的優勢 暴走個人職業生涯最大一組冠軍 漂亮Birdy Park 泰國選手皮亞在TPGA錦標賽最後一回合 穩住領先 最後交出Under14桿的274桿 以四桿優勢 暴走個人職業生涯最大一組冠軍 以及90萬元的冠軍獎金 第一輪 我感到有點興奮 但我認為我把第一次打到五桿 第二次打到五桿 很輕鬆的 我嘗試很輕鬆的 這對我很好 皮亞第四輪狀況不如前三天 第十四洞更吞下了DoubleBoggy 讓其他好手有機可乘 台灣名將汪德昌集齊直追 開賽連抓三鳥一度追到一桿落後 可惜最後一棟苦吞Boggy 中場以Onder10桿的278桿取局第二 其實我在18桿很想打Boggy 那我在開球的時候就很用力的打這樣子 結果打歪了啦 自己就是沒有注意到自己的一個tempo 那個就本身自己的失誤 我想這個就是給他一個機會這樣子 我自己也損失掉一個機會 而和冠軍同組出發的呂尾智 這天攪出了71桿 四回合總計280桿 最後拿下了第四名 UGNTV 甘邦結賬一期 新北市報導 Natomiast 那麼早 Like